- 嗨,大家好,我是票气腐,你们的老公要了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车是赛克龙的R12 - 领合器还是蛮轻柔的,原型的液晶仪表,这个仪表的结构非常简单,但是该有的信息它都会有 - 透明的刹车油壶,这个质感做工啊都还可以,双油门拉线,有效防止冬天的时候这个油门线结冰卡质 - 铝合器的变境板,还有这个铝合器的这个固定的这个制作,这些都是铝制材料 - 发动机和阿普利亚GPR250R的发动机是一模一样的,同一款发动机,这款发动机呢在阿普利亚GPR250上面已经经测过 - 市场和赛道的这个双重的考验,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,这个车架呢是一个- 典型的双摇篮车架 - 全差是这个倒立式,这个内径的话,应该是- 目测的话是41,41毫米 - 轮胎是这个腾生的这个公路胎 -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卡钳 - 卡钳是一个辐射式的卡钳,应该是一个双火车 - 这个应该是每侧双火车,也就是说这一个卡钳上面有四个火车 - 刹车盘的直径是- 应该是300毫米 - 这个直径的刹车碟,对于这个250单缸的车型来说的话,应该是足够用的 - 货垫的话呢,非常有这个复古关啊,那种复古的这个毛毛虫的这种做点 - 然后这上面还有赛克龙的妙谷 - 尾灯也是这个圆形 - 这个复古关非常正 - 后面的这个悬挂呢,是这个独立式的中置 - 紧整器,对着这个做工来说的话呢 - 赛克龙212这款车其实还可以了,看一下它这个车架,这个焊接的这些,这些部位的话 - 碳空还比较均匀,还可以,这几年赛克龙的这个做工的话是提升的比较大的 - 尤其的这个质量的话呢,这个漆膜还比较厚 - 赛克龙212,015-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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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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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